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是审查委员钟嘉宾等21个人凝聚原住民族学校法草案 要来进行寻达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介绍在场的委员 其次介绍与会的官员 我先介绍的是林伟德委员 林德伟 李德伟委员 谢谢 好继续我来介绍的是潘部长 教育部部长 潘部长 以及我们综合规划师长黄文林 教育部师资培育 还有艺术教育师师长郑渊全 以及教育部国民还有学权教育署署署长 彭富源署长 国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蔡志伟主任 继续我们在很少来到我们委员会 我们来介绍一下原住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 宜将伯禄儿 原住民族委员会教育文化处的处长 刘伟哲处长 以及全续部专门委员陈桂春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组编人力处 专门委员吴迪文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 检任视察翁燕雪 好也非常谢谢你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也出席了我们的公厅会 我们现在先请提案委员进行提案说明 那么我们先请李德文委员可以代理主席吗 好不好意思 好因为其他提案委员还没到 那么我就先由我来先做一个提案说明 非常谢谢 好谢谢 好请高金赵伟谢谢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说明原住民族学校法 它必须通过 一定要成立的原因 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是一部血泪斑斑 被殖民的历史 从台湾原住民族血泪抗争了历史的学习里面 我们认识到了 要让台湾原住民族不被灭亡 我们必须要重建我们民族的思想 而这个攸关民族思想重建工程的核心 也就是原住民族的语言 知识 哲学 跟情感的教育 因此我们在立法院 其实通过了非常多的法案 包括语法法 包括我们修订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其实就在这样的基底之下呢 我们现在要完成一部历史性的一个记录 也是原住民属于自治方向的第一步基石 原住民族的学校法 那么这样的民族思想的教育运动 我们看到 这好长一段时间 其实是没有办法寄生在 现在既有的主流体制教育中 里面去实现的 所以呢 其实事实上 我们有看到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小学 因为实验三法的通过 所以我们现在有34所原住民实验小学 我们可以看到 这30几所的原住民实验小学 孩子们快快乐乐 非常有尊严自信 而学校的老师校长 跟我们部落里面的族人 打成一片 我们认为教育应该就是如此 教育不应该只是教育体系学校的问题 它而是家庭 社会 以及原住民部落的其劳 应该是融为一体的 所以我认为 为什么今天要有原住民学校法 是因为现在的主流的教育体系 是没有办法去实现 原住民族的思想 甚至于我们的知识 哲学 还有情感的教育 在联合国里面 其实呢 2007年也有通过 原住民族权力宣言 他里面也明白了指出 原住民族是有权建立 还有掌管他们的教育体系 还有机构 可以用自己的语言 还有适应他文化的教学方法 提供教育 所以原住民族的下一代 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语言 创立我们自己的学校 培训自己的老师 编写自己的教材 制定自己的课纲及个程 透过我们的自主 自觉的 觉悟的学习 让我们原住民的孩子 建立原住民族的集体思维 让我们得到知识的同时呢 也可以促进教育体制的改变 我再重复一遍 培训自己的老师 编写自己的教材 制定自己的课纲和课程 然后透过自主的 自觉的觉悟的学习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今天学校法制定 很重要的中心思想 以及他必须要带给未来孩子 跟台湾大社会 一个反省的机制 我想了这是 原住民迈向自治 非常重要的基石 也是我这么多年来 努力建构 推动原住民族自主教育 还有原住民族学校法的中心思想 星期一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召开了原住民族 学校法的草案的公庆会 我们聆听了各方的意见 现在我要分享 陈章培伦教授的看法 陈章教授 他曾经担任过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委 他现在也是国立东华大学原住民族学院的教授 他更是推动原住民族实验学校协作中心的主任 他从立法行政理想实务四个层面做了周全的考量 他在制定原住民学校法的时候 他强调的四项原则 非常的有参考价值 现在我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原住民学校的设立 最重要的就是民族主体性的原则 也就是说原住民学校的定位 主要在于它应该是原住民族的学校 而且是由我们原住民族来主导还有营运 早在1980年到1990年代的原住民族运动 我相信在场的原民会的主委 一将主委最清楚 因为他当时就是带领着原住民运动 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 当时台湾原住民权力促进会 也就是众人所熟悉的原权会 在1987年发布了一篇 台湾原住民族权力宣言 这个宣言除了主张原住民族 个人教育机会必须要均等之外呢 他应该不应该因为他的身份 而在深学或旧学上遭受到不当的对待 他更进一步的主张是说 原住民有权要用自己的母语受教育 成立自己的学校 想一想1980年代 我们的原运全辈就这么有智慧 这么有前瞻性告诉我们的族人 告诉这个大社会 我们是有权利这么做的 所以呢 原住民族学校的设立 应该是要依照原住民族的意愿 要来实行 这也是宪法征修条文 第十条第十二条 第十条第十二项 尊重民族意愿条款的精神 政府跟主管机关的角色 应该是要尽可能协助原住民族 实现我们的教育主权 而不宜过度单方面决定 学校的性质 还有它营运的方式 至于学校的设计呢 我们应该要非常在意 非常注意的是什么呢 差异需求的原则 也就是说原住民族文化 虽然并非跟主流社会完全不同 但是明显有不同的文化传承 此外原住民族的文化发展 也有它自主选择的权利 不一定要跟主流社会一模一样 这个部分我希望教育部的 在场的同仁们 你们能够理解跟尊重 总之原住民学校是各族群 传承历史文化密脉 发展民族愿景的场域 无论是学校的组织设计 校长还有教师选任的联聘 课程以及教学发展 都应该要适应原住民族 不同的文化需求 政府不应该过度以既有的 一般学校的制度来设计套用 第三个人才培育 应该要关照反本开心的原则 原住民族学校对于原住民族 下一代人才的培育 不是要训练出一个 放在博物馆里面 工人观看的刻板印象中的原住民 也不是只有民族教育 但是却没有办法去面对 现代社会挑战 或者是生存竞争的原住民 我们要培养出来的孩子 是要怎么样呢 文化传承 又能够创造族群集体 未来发展的新生代的原住民 因此原住民的学校的教育使命 就是要培育原住民的学生的民族主体性 多元文化涵养 以及承担民族发展使命的能力 第四个我们谈到的是学校的发展 学校的发展应该要秉持理想务实的原则 也就是说我们的梦想虽然要非常伟大 但是我们必须设计一个可以执行的 一个一套的方式 从原住民族实验教育的发展经验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而且也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虽然我们对原住民族教育 有梦想 有理想 但是真正要推动理想 我们必须要认真面对 来自主流社会的挑战 或者是我们自己原住民族社会 或者是原住民族家长的担忧 小孩子未来怎么办 小孩的竞争力怎么样维持 我想这些挑战的担忧 当然是没有道理的 可是非常残酷 我们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租公门还有行政单位 我们是无法回避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制度上 或者是实践上 找出一个可以折衷的方法来解决 就如同现在 巴南花阿浪校长 当天的公厅会有说 如果学校法不让他尽快通过 那么我们就不知道 等到什么时候 原住民才能够有自己的完全的教育 目前巴南花就是从小学 一直到高中 他发现 事实上我们有非常多的制度 制度已经是在做中学 我们只要在学校法里面的大框架把它定好 我们在办法里面让他可以滚动的修正 如此一来呢 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实验的小学 就可以马上因为学校法的通过 而衔接到国高中去 我们也不要去让我们现在的校长老师 还有已经从事实验教育的这些家长 其老们受到心灵上的挫折 说原住民的实验教育真的是实验吗 要把我们每一个孩子跟家长跟智慧 其老的智慧当作实验吗 不应该的 原住民早就有一套自我完整的学习方式 只不过是这个政府并没有给我们机会 所以我要讲的是 原住民的教育是刻不容缓的心灵工程 我们是有责任要拿出技能秉持理想 汇集资源又能够切实执行的整合办法出来 尽快让我们的孩子在历史 还有文化自主自觉的认识 学习还有体会之中 锻炼民族的自信 深化民族的情感 维护民族的利益 让我们在学有所成之后 大家注意听好 它不仅仅只是我们原住民族的集体智慧 我们也可以贡献智慧还有热情 丰富台湾这块土地上 甚至是全人类多样化的知识体系 吉娃斯阿丽我是太阳族的 吉娃斯阿丽是我的名字 阿丽是我妈妈的名字 所以此时此刻我在这边说话 不仅仅代表我 也代表我的母亲 虽然她现在已经在彩虹桥的另外一端 我希望今天我们在这边讨论原住民族学校法 在场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的耳朵 打开你们的心灵 打开你们的智慧 可以尊重理解 并且支持原住民族学校法 以上是我的想法 那么待会呢 会有非常多的条例要跟大家讨论 其实事实上只有九章 这个九章里面其实真正会让大家所讨论到的是 主管机关到底是谁 我想主管机关按照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这18年来 甚至于我看到原运前辈的 我们都可以知道 不管是原运的历史 不管是原运以前不断的呐喊 甚或是联合国 甚或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宪法 甚或是谢谢潘部长 您上任以后 你修订了原住民族教育法 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学校法跟教育法脱钩 但是我们也设计了一套 未来原住民学校法 可以在现在修订的教育法里面 原教法里面 有一些些的连结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 我也非常高兴部长您能够留任 我也非常高兴一将主委您能够留任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曾经就原住民修订原教法 以及未来原住民学校法的远景 我们曾经讨论过 所以应该大家对于原住民学校法并不陌生 以上是身为一个招委 以上是身为一个原住民的立法委员 以上是身为一个泰雅族的孩子 在这里祈求社会大众 也希望待会在场的每一位立法委员 你们能够尊重理解原住民族立法委员的想法 谢谢 谢谢高军委员 谢谢 好 继续我介绍吴立华委员也在现场 好 继续我们请提案吴立华委员也提案说明 谢谢 我曾经在教育界服务 事实上我目前还是教师的身份 因为我是借调到立法院工作 在这些年 由于长期致力于原住民族教育的推动 所以我也非常高兴 大家给我一个原住民族教育之母的封号 我想借着我这些年 推动原住民族教育的经验 来针对之所以 会提出今天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版本的 一些中心思想 跟重要的意志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回到教育的本质 我们都是希望 让每一个孩子的天赋自由 所以这些年 我们一直高喊 希望还给孩子一个属于他的灵魂 希望还给孩子一个属于他的课程 让他能够在自己的文化底蕴之下 他能够去长出应该有的样子 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 过去的确 我们从日本的统治 一直到后来的国民政府 让我们不断的去学习别人的语言 别人的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说 进入学校越久 他去语言 去文化的过程就越透彻 但是这些年我们非常的感谢 我们的圆明会也好 教育部也好 我们不断的在透过文化的附赠 跟语言的附赠 并且想办法让他进入到学校的课程教育中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慢慢的恢复 他该有的文化语言能力 时间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即将有一个更大的改变 因为自从原住民族教育法的大修 我们把实施对象 改为全体国民之后 在我们教育部辖下的一般学校 我们可以根据原住民族教育法 让全体国民 让全国的孩子 都有机会 能够去认识原住民的文化语言 而我们的原住民重点学校 更是责无旁贷的担负者 必须要去充足学校的民族教育 跟足语教学 到了我们实验三法出来以后 未有特定的教育理念 所办理的学校教育 于是我们许许多多 有教育理想的校长老师 我们开始办起了原住民族实验学校 如果我们的原住民族教育法 修订里面所提到的 我们可以去创设原住民族学校法 来创设原住民族学校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提案的最主要的原因 这样的一个学校 它为什么必须存在 因为这不是我们一般学校所能够做到的 不是在原住民族学校就读可以做到的 更不是在原住民族实验学校就能做到的 那个是原住民族学校必须存在的原因 那就是它有一个更不一样的目的 也就是为着去延续我们的文化语言的存废 而存在必须去设立的一个学校 因此我在这个地方 我的版本也好 跟中嘉宾委员共体的版本也好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原住民族学校 是以语言为核心存在 办理的学校教育 另外 我们因为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必须要希望教育部 作为一个全国的师资培育的一个独门的单位 我们希望能够供应充足 未来具有一定程度高级认证以上 这样的一个一般师资 供应给原住民族学校 我们也期待 在目前的一般学校的 只要具备高级认证以上一定能力的一般教师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来到原住民族学校 当然这样的一个学校 他需要更多的起老师资 记忆人才的师资 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来具足我们原住民族学校的师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课程 因为原住民族学校 他最重要的就是 能不能去把原住民族知识系统建构起来 让他成为一个所有的年龄阶层 所有各级学校 未来可以具以为用的族群本位的一个课程 作为一个基底 去发展他的教材也好 教科书也好 学校的教育内容也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此我们也在这个版本里面 特别的去把所谓的一个原住民族学校发展中心 把它建构起来 让他未来可以担负 做我们原住民族知识系统的一个整理 以及去做我们各族群的课纲 发展各族群教材这样的一个任务工作 在我看来师资课程 就是我们这个版本最重要的两大核心 也是我认为没有办法去退步的 这两个重要的基底 那我很期待 未来原住民族学校发通过之后 我们要对历史交代 我也愿意用我这几十年推动 原住民族教育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也希望能够确保 未来这样的推动 能够真正的还给 我们原住民族 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学校 课程教育 去装备出 真的所谓的一个 堂堂正正 能够真的有自信的 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族 并且回到教育的本质目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学校的创设 我们未来的孩子 不再有所谓的一个学习落差 因为我们回到自己的文化里头学习 我们会成为一个 更具有学习能力的学死 那在这个地方呢 就叫大家 谢谢 好 谢谢提案人物立合委员的说明 继续我们请中嘉宾委员提案说明 谢谢 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 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 会场工作伙伴 媒体基督女士先生 今天我们是会在这里提出原住民族学校法 很多人在问 不是有了原住民族教育法吗 为什么还有个原住民族学校法呢 请大家翻开去年通过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5条 第二项 第一项说各级政府可以设立原住民族学校 第二项说前项民族学校法是设立另一法律定制 很抱歉在上次的原住民族教育法当中有高纪委员的版本 也有我个人跟联合委员提出的版本 但是呢第15条第一项跟第二项是行政院的版本 所以我希望行政院各部位要确实的去理解 今天我们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立法 是依据上次我们原住民族教育法全文修正当中 行政院版本不管是哪个主管机关 指明要另立原住民族学校法 好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期待着行政院版的原住民族学校之前 我们就对这个部分呢做了一个说明哈 好 那我们的原住民族教育法当中 它是针对着全体国民跟学生 他来要求实施一个原住民族教育 他的学校设置比照现行 有一般的教师跟民族教师 以国语为主要教学语言来贯彻国家教育权 它就是一个国民学校的概念 但是今天我们所提案的 我个人所提案的 跟机会委员提案的原住民族学校法当中 它就是一个民族学校 学生以原住民为为限 但是依照原住民学生的选择 它是要进入一般的国民学校 一般学校 或是进入了民族学校 它所传承的是原住民的知识体系 那么它的设置呢 依照各族的传统分布领域来设校 失之以原住民族老师为主 但不设限是原住民老师 同样的它的语言 也是以该校作乐的主语为主 而不以这些为限 那它的教育项度上呢 要满足原住民族的学习权 因此呢 未来它里面要包含了 建立原住民族知识研究体系 跟原住民族的失陪系统 这也是我们立法的原因 那接下来呢 我要解释本席跟其他级委员提的 法当中有四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我们要非常强调的 学生他可以在一般学校 跟原住民学校之间转型 老师一不如此 校长也是如此 所以呢 组织的部分 它包括学校的转型 一般学校可以转型为原住民学校 原住民学校也可以转型一般学校 老师的转换 你可以在一般学校当中来 增能之后 可以担任原住民族学校的教师 你也可以在原住民学校 任教之后 回到一般学校 只要你符合一般学校的教师资格即可 那么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教育监督的管理委员会 这是一般学校比较没有的 在一般学校的面 大部分都是家长会所组成 那这些内涵我就不再讲了 它说所有语言 我也不再多说明 它的人员 老师 校长 跟学生 它的语言能力 我们在这里分别有规范 往下看 所以呢 没有了吗 所以呢 目前我们要说的是说 主管机关 目前我们有几个版本的差异 有的是主张是由教育部 也有主张由原民会 我这边跟教育委员的版本 是主张是由教育部 原因在待会儿的大体寻达的时候呢 审查的时候会说明 然后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专责的单位 来发展原住民的知识体系 跟制定课程课纲 及研发教材 就是一个原住民族学校发展中心 这大概是跟其他版本较为不同的 这个专制机构 明定为原住民族学校发展中心 往下看 所以我们认为 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原住民族 学校发展中心设置条例 它以行政法人的方式来设置 今天虽然我们只有审查 原住民族学校法 但是在我的版本当中 也加了原住民族学校发展中心设置条例的法源 未来以行政法人的方式 来办理原住民学校推展的各项事宜底下 最后大概在版本分析 有我们高清委员的版本 有吴委员的版本 跟我和吴委员及其他委员共提的版本 大概是这样的内容 往下 所以我们来提一下 关于为什么主管机关跟主办机关 有这个差别 在上次的工厅委提到了 其实在有些的法令 比如说以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为例 主管机关是财政部 但是各级政府都是可以担任主办机关 也就表示说 在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5条 第一项明白表示 各级政府可以来办理原住民族学校 这叫主办机关 但是毕竟原住民族学校 它里面的师资 它的权益 待遇 资格 条件等等 它一样要参照公立学校的教师 所以我们才会说 主管机关仍然以由全国的教育主管机关 教育部来担任主管机关 而由未来办理原住民族学校 当然轴旁来的是原民会 他来办理主办机关 以上说明 谢谢 好 非常谢谢钟嘉宾委员的提案说明 好 现在呢 所有提案说明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行政院的版本是还没有送出来 那么但是呢 我们在开空丁会的时候 这个原民会的副主委 大概有跟大家说明 大概7月份 原民会的版本就可以 可以大概送到行政院去 所以我们想说 作为招委的 我就觉得 我同意等待行政院版本 然后让我们未来一起来讨论 现在我们就先请一向主委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原住民学校法 现在这个原民会事实上也已经有三次的 不管是跟地方专家学者 或者是有林万亿 那个政务委员 你们都已经开过会了 是不是也给我们大家说明一下 一向主委参要的时间是8分钟 我们就让一向主委 先跟大家说明 谢谢 我们就让一向主委 我们就让一向主委 还有 四十月的意义与开机的伴障 还有 伊拉共 乌巴沙拉罕的意义与 第一个人的 比较烂的演出民族 所以 乌巴拉多加古的乌巴沙拉罕的意义与 比较烂的演出民族 而立刻 第七 第六 多个人 还有多么南无故大亚路研民会 演出民族教育事项 涉及演出民族的一般教育 跟演出民族教育的相关的法律 那 相关的法律规范呢 包括在 分别在我们 宪法征修条文的第十条第十二项 还有原住民主基本法的第七条 以及联合国原住民主前例先言的第十四条 跟我们刚刚修法通过的原住民主教育法第四五条 但是这些条文呢 是一个先世性的法律条文 那到目前呢 我们有了解各国呢 还没有原住民学校的相关的立法的先例 因此呢 今天教育几内政委员会要审查各位委员的原住民主学校法草案 是一部崭新 而且是全球首创的这个法案 也因为没有权利可行呢 那目前 原民会跟教育部来原民理中的这个法律草案呢 我们会用更谨慎 更周延的态度来完成草泥的这个过程 那今天教育几内政委员会联席审查的 我们高精苏美委员跟武立华委员 以及中教兵委员的原住民学校法草案呢 原民会针对各位委员的草案 我们分别就主管机关校长跟教师师之培议需要授前定定执法 以及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专责机构 我们有提出书面的意见 也请各位委员来参考我们的书面报告 而 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呢 也要跟各位委员报告 就是 原民会目前草泥中的这个原住民学校法呢 我们有一些还要克服的课题呢 特别跟各位委员做一个报告 那第一个是原住民主知识体系呢 到目前为止呢 还在建设中 那原住民主体系是 原住民主学校法未来课程发展跟师师培议的一个基础 那依据去年6月19号公布了原住民主教育法第五条规定呢 那为了发展及厚止原住民主的知识体系呢 中央原民会跟要会商教育科技文化等主管机关 来建构原住民主的知识体系中长城计划 而且要积极奖励原住民主学术 跟各个原住民主的知识研究 那这项中长城的计划呢 至少每五年要通盘 检讨一次 而且要正式公告 那么为了落实 这个条文呢 原民会在去年我们开始整合 各个部会邀请的中研院教育部 科技部跟文化部 以及国网中心 还有专家协诊呢 我们已经开过三次的会议 共同研议 这个建制的做法跟方向 那目前这个知识体系也在建制之中 那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原住民主地区 原汉混居的学校 到底要怎么样做一个转型跟整合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草泥法案 遇到的一个课题 那目前呢 大部分的原住民主地区 原汉混居的比例现况相当的这个高 那以原住民人口最多的台东县跟花莲县来说 台东县总人口是二十一万六千多人 原住民人口是七万八千多人 那在台东县呢 原住民大概占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二 那么在花莲县的总人口呢 是三十二万六千多人 那么原住民人口有九万三千多人 那占了百分之二十八 那原住民人口在花莲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不到一半 那既有的学区内呢 大部分都在都是一个 一个设置一个学校 那如果转型为原住民学校 我们就必须整合原住民跟原住民家长的这个意见来 就学生的这个前应来做一个深度的讨论 这是第二个我们目前遇到的这个课题 那第三个课题是原住民的人口 有很多已经迁移到都市了 那目前在原住民组 这个涉及到都市的人口呢 已经占百分之四十七 那大概是二十七万多人 那其中呢 有救土人口的 在都市里面的我们的子弟呢 我们的子女大概是占七万两千多人 那这些都市的原住民如何在都会地区 在既有的学区内呢 可以有机会去就读原住民族学校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在草泥这个原住民学校法里面 我们遇到的这些课题 那最后就是关于人口比较少的族群的 就学的这个潜意 也就是说在十六族里面呢 呃 原住民族群呃 人口在一千里以下的目前是有四个族群 那这四个族群 在建构原住民学校的进程当中 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的民主学校的设置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草泥当中 必须要做一个完善的配套 特别跟各位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那总之 原住民学校是原住民族知识体系 作为它的一个最核心的这个价值 那这个民主教育的哲学跟目标 是实施教育的这个学校 因此 推动原住民学校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先建构原住民族知识体系 作为原住民族学校发展课程 跟师资培育的这个医计 按照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五条呢 那我们会持续的跟相貌部会 来建构原住民族的体系 那感谢大院两个委员会呢 先行提出我们原住民学校法的草案 那后续 原民会将参采各位委员提案的内容呢 来研理我们草案的版本 并持续征证 地方征服 学校 原住民家长跟相貌部会的意见 来拟据我们的共识 以上报告 谢谢 谢谢主委 继续我们请潘部长 好 潘部长您需要 一样 好 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你是先生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 今天大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跟内政委员会联席来审查 原住民族学校法的草案 那应邀来列席报告 特别感谢 那原住民族文化是台湾的瑰宝 也需要透过教育的体制来做传承 那么原住民族学校法就是一个重要的基石 承载着传承原住民族 祖先美丽文化的力量跟使命 那以下提供本部的建议 请各位委员来做指教 那么环顾近期 国际原住民族权力发展的趋势 从联合国通过的原住民族权力先言 和我国来修正宪法征修条文 再到制定原住民族基本法 我国原住民族权力发展 也都依循这样的脉络来逐步的提升 重要特别去强调尊重民族的意愿 肯认民族自主自觉的这个精神 那为了提升原住民族教育权力的发展 我国依照宪法征修条文 在87年制定了原住民族教育法 那据此也来提高原住民族教育的议算比例 保障就学的机会 规换原住民教师比例等 那之后在103年 实验教育三法的公布实施以后 也激发学校能够来参与实验教育的方式 建构民族教育的这个体系的一个厨艺 那么到108年 总共我们有32校通过 在10个县市政府所审议和可 办理了10组的原住民族实验教育 我想这个部分的基础 也希望在整个原住民族学校法 还在研议讨论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透过实验教育三法 能够来支持我们相关原住民族学校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可以也能够有机会 在原来的基本教育之外 对于民族教育的这部分 甚至在族语的学习的这部分 文化传承这部分 也能够先有一个实践的机会 来奠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么因此在这样的规划之下 目前总共13校32班 这是在高级中等的学校的部分 也陆续设立了五个区域的协作中心 来持续支持原住民族实验学校 发展以原住民族文化为本位的课程 原住民族实验教育的推动 主要更希望能够让民族教育来向前迈进 能够开展原住民族教育的契机 以及对原住民族学校 未来在整个原定发展上 能够有一个实践的经验 那再以这样的方式 就陈如刚才 原民会一项主委特别提到 最重要仍然是在原住民族知识体系的建构 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基底之后 来思考 我们需要给部落孩子的 在学习的课程内容 以及应该培育怎么样的师资 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想这个也正是为了回应各界期许 期待并落实总统 建立完整的原住民族教育体系 保证原住民族教育权的政策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 教育部还有原民会 那么在过去共同的合作之下 包含把原住民族教育法 在108年再做一个修正 也感谢我们贵会委员 在大家共同会上之下 能够让原住民族教育法的修法 能够顺利的通过 目前相关的执法 也正颁布实施当中 我想这个是在整个落实 总统的这样的一个 对原住民族教育的一个思考下 我们具体的来做实践 那么对于目前 我想从各位委员关切 包含所提的这个草案的内容里面 那我想这部分 刚刚一向主委 其实是非常从原住民族 这个族群的了解 而且也可能会去理解到 未来在整体发展上 需要再做更审慎 思考的这部分的重点 我想这部分 教育部在这部分 也是完全理解也认同 希望未来在教育部跟原民会 会来共同针对这些议题 一定要做整体性的搭配 那从刚刚委员 在委员的这个草案版本里面 也特别关键的几个点 这个也确实是未来 如果整个原住民族学校法 来完成跟未来再推荐的推动以后 确实要考虑到学生受教权益 包含转嫌 或是相关的教育同仁 他们在整个这方面 也能够做一个流通的 这些确实是要在这个法 我想需要大家在更深入的 来做讨论 我想教育部跟原民会会在行政院 在过往所建立的这些基础上 也给两个部会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任务 我想我们会共同来合作 那么对于委员刚才的版本 我想主委这边大概也做了这个分析 那这部分我想在后续 因为几个都是跟教育部门会非常有关联的 这些措施 我想教育部择武旁贷 也会跟原民会来共同针对 这方面有更深入的 这个共同会上 也希望未来在这个法 来这个完成之后 在实践面 也能够能够长长久久 永续 除了照顾部落孩子的这种受教权益 也希望能够去落实 这个原住民族民族教育 最核心在文化跟语言的这一部分 能够确实做好这种传承 我想教育部会跟原民会来共同 努力合作 谢谢各位 谢谢 好非常谢谢潘部长的书面报告 非常谢谢 好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进行我们寻答 我们首先先请李德伟委员咨询 对不起 我宣布一下 我们出席的委员八分钟 必要的时候延长两分钟 然后列席的委员咨询是五分钟 发言登记截止时间是上午十点三十分 好 委员如果有临时提案 就在咨询结束前提出 处理提案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提案委员 还严肃委员不在场 我们就按照网例 不予处理 我们首先请李德伟委员咨询 谢谢 主席麻烦部长好了 好我们有请潘部长 委员好 首先当然本徐我想刚刚我们大家听了包含高金素媒周伟以及其他委员关于这个法的一些提案的一些理念 我想对于教育也好对于原住民也好都是意义非常非常的深刻 那在这个部分我想今天我看到我们教育部的报告里面 第三页的部分 这边特别有提到原住民族学校法的主管机关 以为以维持为原住民族文化知识及价值为主体的学校 而且彰显原住民族追求教育自主自觉的权利啊 那当然我想在这个部分教育部的建议是希望原民会来担任这个主管机关 那可不可以请教教育 您说这个报告里面讲的是原民会来当主管机关 那教育部在这个部分请教部长 我们部里面给原民会假如是维持这样子的话 那哪些方面的协助跟帮忙 是我跟委员报告 当然这个教育部会这个陈述是因为在105年行政院有针对原住民族在教育部跟原民会有做 应该是在整个法制面 一个就是原住民族教育法 这部分由教育部来作为主折的机关 那在学校法的这部分由原民会来作主折的机关 这是当时行政分工上 那教育部跟原民会其实也都依照这个方式来进行 那因为原住民族学校法 其实这个原民会也非常积极 我想我也知道这个过程啊 就如刚才一向主委所分析的 他其实有很多包含部落的分布 包含在都市地区原住民族的 还有未来他们的转嫌等等的 所以我想对于这个部分啊 如果这个法案不管在后续讨论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两个部会啊一定是要共同合作 我也跟委员报告 就像现在进行中的实验教育 还有我们对选捷教保也是两个部会啊 几乎是一同的来会商 所以我想对于包含私自的培育 未来民族知识体系这部分啊 我想当然原民会在过往对这方面啊 着力比较深 但是进入到课程跟未来要去实践的这部分啊 我想教育部在过往对于课程的教学推动啊 也是我们的权责啦 在一直在努力 所以我就说这个法 当时我教育部会这样的说明 是依据行政院当时对这两个的一个权责啊 让我们两个单位来共同努力 但是执行的过程 包含这次修法 我相信两个单位一定是要共同来会商 好了解 那不然可不可以请旁边上 主席马上我再请一下一将主委好不好 好谢谢判部长我们请一将主委 是 主委您的报告里面啊 当然这边有也是有特别提到 就是在一些相关的咨询跟研议里面啊 那建议的部分是原住民族学校 由原民会负责管理相对缺乏经验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就说不知道原民会的态度是怎么样 关于这个原住民族学校 到底由谁来担任主管机关 这部分您可不可以也再说明一下 我跟我一报告 就正如我们在说明报告里面提到的 这个原住民族学校法 在前几年没有一个叫原住民族学校法的这个法律 已经在共同在各国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前进的法案 那当然盘部长也提到 在我们的研理法案的分工里面 原住民族学校法是由原民会来主政 那但是未来的整个分工里面 我们应该在草案里面做一个充分讨论以后 才确定如何跟教育部做一个妥善的分工 那这边当然本席先请教两位 因为我们高经委员的草案里面 第六条的学制是采633的12年制 那我们武力华委员采的是15年制 那在这个部分 有没有评估一下 这个可能要请部长 有没有评估一下 是不是应该采取哪一种的学制 因为草案第六条也说 6到18岁 国民可以选择就读原住民族学校 所以他的学制上 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设计理念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部长稍微说一下 跟委员报告 这个确实 我一直都很认同 我想因为 如果后续在原住民族学校法来推行实施 还是一定要在一个 原住民族知识体系的架构 之后你再看 这个学制上的 衔接才会是一个关键 那我想从委员版本里面 也都会考虑到 一个很务实面的问题 就是说 未来孩子可能在一个阶段里面 比如 尊重孩子的选择 自主 这个一定要必然 所以一定会有转嫌的问题 所以我想在 我们一直在强调 原住民族 民族教育跟文化 这个一定是核心 但是呢 不可能说 未来他们在转嫌上面 出现了限制 反而对 这些原来可能还会有 另外一个希望做规划的 会是一个限制 所以假如 以学制的这部分 我是认为 还是在知识体系架构后 然后 也考虑到转嫌的 可能性 因为我们现在对 相关的 这些孩子 基本上 包含我们现在一般的教育体系 都会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我想 可能我 这个部分要拜托部长 当然跟部里面的同仁 也要 更实际的来 在这边做一些设计跟规划 因为 这个 关系到未来 这些我们原住民的好朋友 甚至其他的人 去读这个原住民族学校 然后他的发展 跟他的规划 所以在这部分 当然我又先打断部长 不好意思 就是说我先请教到这里 也当然请部长 跟教育部的同仁 再多多来思考 另外我想请教主委的部分 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有 30多所实验的 这些学校 那这些学校 就是说 假设我们这个 原住民族学校法 顺利通过以后 圆明会这边 我们有一个评估 我们 大概要设置 多少所的学校 那 是要 从原来的学校 去做改制呢 还是要新设 学校 然后把 现在的所谓的 实验的学校 做可能一个转 转型 或者 也许退场 所以这个部分 不知道原民会 有没有什么看法 各位 其实以这个 30多个 现在民主实验 学校来讲的话呢 它未来有可能是 就直接转 转型成一个民主学校 有可能 但是要看 当地学区的 家长跟学生的意愿 怎么样 那也许 它可能 有必要的 可能它会另外 设一个 一个民主学校 这个都有可能 这个部分都是我们 未来研究法里面 要跟我们面对的问题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当然我想 大家非常关心 所以在这个部分 当然也要请 原民会 针对这一部分 因为我想现在 跟这个 对于原住民 未来教育的问题 我想这个部分 当然也要请原民会 请主委 多多来 来费心 好不好 那还是请 请教部长 因为 部长 这个 我想因为 未来的这个 原住民族学校 我想大家 非常非常关心 那 不会言 学生的 整体的能力 跟表现 这个也是 大家非常非常重视的 那为了提升 国中生 我们先讲 现在的教育体制里面 教育部 推行所谓的 减C政策 非常多年 那 尽管在这个 考生的英文科目 拿C的比率 从103年的3成4 降到108年的3成 但最新的数据 偏乡的拿C的 学生的比例 不减反真 所以去年是高达5成5 创下3年的新高 我想这个问题 很可能 在我们 比较少数的原住民族的 现在的实验学校里面 他也可能跟这有关 就是说也可能在这其中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 显示我们的城乡差距 是逐渐的扩大 这个部分 请教部长 我们教育部 对于这样的政策 怎么样去推动 怎么样去改善 有没有什么想法 好谢谢委员 我想委员刚才所提到的 确实从实施 减息的 这个 这个教学的 补强措施 也看得到 整体 是有逐步的 在 调整 就让这个 息的部分 逐渐的在降低当中 但是 日前 也有反映 报导 在偏乡的地区 这部分 反而出现 这个 落差 落差 那我跟委员报告 为什么 在我们 贵委员会这边 当时我们通过 偏遠学校 发展条例 也就是看到 偏遠学校的部分 学生所面对 包含失资 包含相关的 设施 那么应该 透过这个条例 给予一个 更持续永续的 规划跟保障 所以教育部 也应用这个条例 每年目前 就是会增列 25亿 就主要来协助 这些 那这里面也有 对于老失资的 鼓励 的一些 相关措施 我想从失资的 这部分是一个改变 那我也跟委员报告 因为 现在 藉由这次疫情 我们觉得 在有关 远距的教学的 这个部分 确实在偏乡 是一个 需要再更 完整的体系 因为 有些失资 可能一直没有办法 说很好的补强 但是呢 如果远距教学 我们透过这一波 把它再建构的 更完整 也可以让 非常多 在教学各方面 非常 有经验的 老师 可以透过远距 来跟 这个偏遠地区的学校 老师做一个相辅相成 这个部分 当然要请部长 当然我就讲 我们现在 原住民的这些 实验小学 当然 也都拜托 一定要 更 更加强的来推动 因为我自己也很多 原住民的 好朋友 那他们的确 不管在花莲 在台东 甚至其他 就是说 大家其实非常关心 小孩的教育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也要请部长 再多给 原明会 以及我们这些 实验小学 多多的来一些协助 是是 谢谢 我跟委员补充一下 委员 确实这一次在 原住民主实验教育 当中 有学校 像台中的 这个浦马学校 这个比例校长 他做了一个统计 他们参与这个实验教育之后 除了民主教育以外 他其实学生的 学业成绩是上升的 像这种好的经验 我想教育部 就会来借重 就说一样在部落 一样在实施民主教育 但学科的表现 他其实是凸显的 所以我想这个 一定也让我们知道说 怎么样可以有一些 更有效的方法 来支持学校 去提升孩子的 尤其是部落孩子的 民主文化教育之外 也希望他基础能力 也能够拉起来 这个关我们吧 但整体的资源设施 教育部 一定会全力来支持 好 谢谢 非常谢谢 李德惠委委员 谢谢潘部长 谢谢一向主委 我提醒一下 其实在现场 我们也有 国家教育研究院 援助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的 蔡主任 那事实上 圆明会的版本 也是由蔡主任 这个中心 他们到各个地方去 所以在 待会有一些委员 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 也可以就叫他 那当然权序部也在 然后呢 人事行政总处也在 阻记总处也有人在 所以有关于人 钱的问题 都可以询问 谢谢 好 继续我们请 武立华委员 有请我们教育部长 跟我们圆明会主委 好 有请潘部长 还有一将主委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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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三百大大大大 三百大大大 这一次 非常感谢高金 招伟 就是带动大家 一起的来提出 援助民族学校法的提案版本 在这里我也用一点点的时间 在就叫我们两个部会之前 就先就援助民族学校法的一些 我的版本的概念再重述一次 基本上 我们的援助民族教育法的第十五条 就已经规定 我们要设立援助民族学校 在我们的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第九条 也特别提到 学校教育得使用各国家语言为之 目前我们官方十六族的援助民族语言 都已经成为国家语言 那这个法条呢 它也告诉我们 学校不能够规定 老师要使用何种教学语言 但是法令可以保障 老师可以用他的自己的族语 来作为教学语言 因此就让我们的援助民族学校的设立 就有了更好的一个依据 那么到底是 什么是援助民族学校 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是我觉得整部法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核心 因为到底什么是原住民族学校 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想象 那我想来说说看 什么是原住民族学校 我认为是以族群为单位设立的各级别学校 在我们目前来讲 我们教育部辖下 我们的公立学校 原住民重点学校 实验学校 目前都纷纷的设立 而且百花齐放 但是有一个部分是这三种学校的原住民学生 他没有办法达成的一个所谓的原住民族教育的目的 那就是语言的传承 因此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在原住民族学校里面 去发展一种以族群 以语言为核心的这样的一所学校 那么他的师资条件 他的课纲课程 还有民族参与呢 就会成为这样子一个国民教育下 一个很特殊的一支一环 所以呢我们回到学生的部分 在我的版本里面 当然我们不限制族群身份别 未来如果有原住民族学校 我们欢迎所有的国民 都可以来这样的一个学校 未来他可能非原住民 但是他学会了某个族群的语言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的教育选择权 但是更重要的是 因为他以语言回核心 所以年龄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我们希望 孩子能够及早的来接受 语言的环境 并且也能够在这样的地方 实施老幼共学 提供教保的服务 在我们的师资的部分 我们也认为这样的一个学校 他必须要具足教职员 所有的教职员 他们应该都要具备一定的足以能力的一般教师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师赔单位 或者是目前现有的一般公立学校 具有这样子语言能力的教师 我们都希望成为我们这个原住民族学校的师资来源 那再来回到很重要的课程 我们也希望在这部法里面 能够去解决 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 就是原住民知识系统的建立 那这个对未来整个原住民族教育的发展 它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奠定的地位 那我们希望的未来在课纲 课程教材都能够在这个地方 这部法里面被处理 那最后呢 我想我要特别提到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族学校 到底是什么样的学校呢 我想就是如我刚才所说的 那么回到我们的教育部 我们看到我们的书面报告里面有提到 原住民族学校所设立的学校 是以原住民族知识体系为核心 是原住民族追求教育自主自觉的具体表现 它的内涵不同于一般教育 的确如此 这个就是原住民族学校 必须要能够设立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的内涵是来自于我们的语言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的来就叫我们的教育部 我们潘部长 谢谢你 长年以来我们原住民族教育 我们的步伐开最大步的应该就是在您教育部的任内 非常的感谢您 那请教一下我们提到的这个教育的自主自觉 在制度方面 在师资方面 民族的参与方面 还有自主的课纲方面 平等的资源方面 不晓得说部长这个地方能不能做一个回应 是谢谢委员 我想因为从过往这一段时间 在台湾 尤其是从蔡总统对于原住民族的这些政策 其实是非常明确具体 那落实在教育上 也就把过往我们原住民族教育法 来做一个更多的修正调整 来在去年通过后做实施 但是当时就考虑到如果在民族教育这部分 可能要更聚焦 因为委员很深入 也了解到在这上面 由我们希望去掌握到的原住民族的知识体系 作为一个最核心 但这个在实务面也一定会面对 那这样的课程是必须要兼顾到 在孩子的基本学历的这个前提 因为原住民的孩子还是要面对未来 但如果能够再去增加属于更落实的 民族教育跟文化语言的这一部分 那才会去凸显 原住民族在他在整个 呃这个呈现他的自主性独特性 所以呢这一部分 我也跟委员报告 还院员之前也在讨论 师资课程这会是两个最核心 那在课程的这一部分 呃为什么说过往实验教育走了有一段 就是他们可能在原来的克纲的架构下 但是呃几位校长 团队包含委员本身就是了 呃很用心的去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增加了 去强化的 但这个部分毕竟是实验 它不像是一个比较更完整的知识体系啦 所以我说民主学校法一定要这样 那这个之后当然就跟私培有关 我们的私培 未来我想从委员的几个版本 大家都知道 老师们可能还是会有 呃他们愿意加入 也有可能会流动 那在这个情况下 对于呃这个部分会是一个关键啦 就是说回到我们原来的体系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还是说要不要单独的体系 但是他们的权益 呃各方面可能还是要一遍的考量 那既然讲到单独的体系 我想要问一下部长 因为我们知道 像是呃可能是呃 呃国防大学 呃那警察大学好了 它是基于内政部的组织法 所设立的一个学校 那不晓得说 像这样的一个原住民族学校 是不是我们国民教育的一环 呃这个部分一定是 所以是国民教育的一环嘛 所以我现在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一将主委 就是如果说 公立学校转型之可行性评估 这是我们原民会委托做的嘛 那不晓得说 您认为公立学校转型可行吗 其实您刚刚有回答前一位委员 对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因为这个我想是这个前新的一个课题 我们来讲就是我们都必须要坦诚面对这个问题 那独立增列教室员额 你们也有做可行性评估 可行吗 因为这个员额 毕竟还是会涉及到议算的这个编列嘛 这个部分如果议算有当然独立员额 那是更好啊 那如果说原民会 我知道你们也想设置三级机关可行吗 这个都设到目前整个机关设置的这个限制 现在已经都已经饱和了 甚至连我们那个原调会的 要阵列一个独立的机关 目前我们都还遇到这样的困难 我们现在设立的原住民族学校 跟过去我们推动很多 包括我们类似像假日办的 那个也是叫做民族学校 不晓得主委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因为那个在马政府时代建制的这个学校 是非体制内的学校 那目前这个部分已经停办了 因为后来就走不下去 所以现在这种就是所谓体制内的学校咯 目前因为如果不在体制内的话 那可能学生家长就会面对 到底我们未来的整个竞争力 有没有被我们的学历什么 有没有被认同 这个都要在一条面子 因为在过去努力的过程中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设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民族学校 但是往往都会被人家取笑 说那个是非体制 说那个不是正常正式的学校 所以我们现在的原住民族学校法 要设立的原住民族学校 我们期待它成为一个很正常的学校对吧 是的 好那我为什么刚才要就叫两个部会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所有的一个讨论当中 非常多的人去关心 我们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学校 成为一个国家正常的学校 但是呢我听起来就是我们的教育部 跟我们的原民会这边 其实还没有一个有诉求 有答案 但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 这些所有问题的一个关联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我们的教育部跟我们的原民会 还是能够去共同的来规划办理 这样的一个座谈 能够去做社会沟通 也能够广纳各方的意见 那我想我们每一个提案委员 最希望的就是 赶快的来能够提出一个愿版 那我们赶快的来催生这一步法 但是这一步法我们都希望 它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一步法 这样好不好 不是我是不是简单回答一下委员这个部分 就是到底要不要再举办 这个分期的座谈会 由我们原民会跟教育部 这个会后我们再跟教育部再做一个延伞 因为目前这个场合我们都已经在草泥中了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再做评估 好 那在这个地方就谢谢我们两个部会 谢谢主席 好 谢谢委员 好 非常谢谢吴立华委员的咨询 谢谢潘部长 谢谢宜江主委 继续我们请高宏安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有请赵玉部潘部长 还有我们的原民会的宜江主委 好 有请潘部长还有宜江主委 首先我们希望能够先了解一下有关预算使用的问题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有看到 原民会这边其实我们在立法院有一个决算评估报告 是107年的 那有看到说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注意到了一个 它的一个预算的一个决算率呢 其实是不是很高 其实大概只有40% 那后来我们看到原民会的这个今天我们提供的这个执行概况 那有做完计算之后 新的数字是48% 好 那这边我们当然也特别再去找了一下108年的执行率 它的预算执行率是到83% 那这个部分想要先就教一下两位 就是说在这个预算的执行率上面前一个年度只有48% 那到后一个年度同样的计划立刻来到了83%的这个部分 那请问一下这是我们的计划方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改善 才能够在这个绝算率上面有这么大的提升呢 这个部分应该是针对于那个颜文会的议算的执行的部分 那的确在他们的 因为在建制广播电台这个部分是新的一个设施 这个是抢救原住民族评委语言计划 对对对是评委语言计划 我跟那个主委先讲一下这个计划内容 其实有包含办主语的学习营啊学习班学习聚会所 那还有包含像我们在访 就是拜访一些在地部落骑劳 因为你会有推行这个所谓的师徒语言学习制 所以主要是在针对这个计划在前一年度48% 到后一个年度突然就是跃升了一倍 这个部分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改善的方式 才让这个计划的绝算率有这么提升 我给你报告一下 在这个部分的执行会在107年度比较慢 因为是下半年才开始执行 那隔年以后应该是整年的预算 所以执行就自然会提升 所以在107年度的部分是6月后才开始执行 它的原因是什么 上半年度为什么没有开始进行呢 因为你们的预算还是编了整个年度 因为那个是兵委语言也算是我们的师徒 这推动是算是一个新的一个计划 所以是从这个下半年才开 韩班的时间比较慢一点 好 没关系那我们看到这个主语学习跟学习班 刚刚本席有提到了这几个 这个在评委语言的一些做法 那这部分可能这个次数 就是办理的这个次数班数 其实是相对少了一些 那不知道说就是主委这边 有没有面临到什么困境 需要立法院这边来协助你们去做争取的吗 这个C9数是请我们处长跟委员 也可以 没关系 报委员 因为兵委语言他本身他学习的 主委员他人口都不满 都在1000以下 相对而言他的学生人数少 所以班别会比较少 是 可是问题是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学习的老师跟学员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兵委语言的这个部分的计划 如果他的班数只是限定在 比如说10班啊这样子7个学习影 这样子可能数字上来讲一整年来讲 是确实看起来会比较少啦 因为如果说学员跟老师都存在的情况下 其实应该可以想办法再改善这个数量的部分 其实这个只是想说也跟主委提出来说 我们从这个预算跟计划的执行概况上看到有一些可能 我们可以一起在努力的部分 那希望主委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情况 好那下一个我们当然今天的这个主角 就是我们在讲原住民学校 那原住民学校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草案 其实分成了三个部分啦 就主管机关 原民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学生 但是这部分我们其实看到一个 我自己看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说 其实这两个 就是我们教育部跟原民会的这个回复 其实很明显就看到有一个互推皮球的状况 那刚刚其实前面的委员还有我们提案的委员 也都一直有在提到这件事情 那他我觉得他这个文字上面两边 你们在写的时候 是不是也都没有做过部会的沟通 因为这写出来 比如说在这个原民会第三页 针对高精委员的提案 就说委员版本的主管机关呢 为本会 但是建议还是应该是教育部 但是到了我们教育部 对于这个委员的提案又说 其实这个原民会应该是担任主管机关 所以这个是本席看到 在这今天的提案的这个报告里面 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矛盾 那看起来会有似乎有互推皮球之险 那不知道部长跟主委可不可以简单回答一下 这可能应该是说在叙述这个的着力点 因为我想我跟一项主委本来就是 对这部分其实我们合作的方案非常的多 这个包含学前到实验教育 包含两部会的经费再推 那刚才这个协法其实应该是说 从行政院对两个有关原住民主 非常有关的法 一个叫原住民主教育法 这是由教育部作为主管机关 在去年我们有提出修法也通过 那对于学校法这部分 当时行政院的分工是请原民会来做 那这个是一个大体的修法的分工 所以我们表达的也是如此 但是不好意思部长我纠正一下 因为其实您的这个回复 这两个你们两边不同的回复 其实都是针对原住民主学校法的 这个部分的主管机关 所以就很明确的 刚刚本席知道了一下说 现在原住民主学校法这个主管机关 两位是否已经讨论完是哪一个主管机关 因为现在原民会还在做 这个整个最后的整理 最后这个法还是会报到 行政院才叫做院版的原住民主学校法 那我刚才跟委员补充报告的是说 在105年那时候对于我们两个部会 在这两个主要的法 他做了这个分工 其实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那我刚才在回复委员在询问 在说这一定要两个部会一起合作 因为所涉及到的 再怎么样他都还是在国民教育的一环 但是为了要去强化 援助民主教育的这一部分 那原民会在建制这个相关的 这些知识体系 但是涉及到私培跟课程的推动 这个一定教育部啊 已经是一个 本席同意其实分工上面 其实教育部跟原民会一定会有相对应的分工 那包含主管机关跟主办机关 未来也会如此 所以只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在看到 回应到立法委员的这些提案的时候 确实两个部会之间是有一个 就是我们讲说很明显的一个矛盾 所以在这边只是希望能够厘清 这样子的一个权责分工的问题 委员是不是让我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的书面报告没有复推 那我们只是说 如果以高经委的版本 如果我们主管机关的话 以目前我们言明会的这个 能力跟编制是不足的 所以我们里面就提到说 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 要不要真正三级机构 这是我们要命令的问题 没有说我们要推给教育部 还是我们要自己弄 因为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办公厅会的时候 确实上面也比较讨论比较多 有在这个部分是没有达到共识 所以是不是本席可以从两位 主管机关的回答来告诉我们说 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你们比较倾向是 原民会作为这个主管机关 但是教育部可能就教育法规制度上来做协调与分工 是这样的回复吗 因为目前我们言明会负责你的这个 可以明确回答吗 就是你们比较倾向的是原民会作为主管 他在草泥中 所以我们还要跟教育部做一个充分的沟通 因为很多方公要弄清楚以后才 确定到底这个学校法 是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老实说 因为教育文化委员会在高经招委的 这个非常关切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也开过了公厅会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法案的这个报告的部分 其实会很希望尽快能够给 就是我们的原住民学校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法案 可以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建议 因为委员在提案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会希望说 得知这个部会你们执行的状况是不是可行 因为主管机关很重要 包含说我们的这些争取的资源 人力还有我们地方上 地方政府的沟通的推动 其实也都相当的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努力 让他变得赶快能够实现 能够真正推行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高宏安委员的咨询 谢谢潘部长 谢谢宜江主委 继续我们请郑政前委员咨询 主席说的列级官员大家好 主席我想请一下我们教育部潘部长 然后我们原民会主委 一将主委 还有我们国家教育研究院 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的蔡主任 好有请这三位谢谢 委员好 部长好 主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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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的问题 其实跟刚刚很多委员提到 其实有关 我第一个问题 其实就对于主管单位 因为真的是 从这个你们的书面资料 还有之前的发言记录当中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好像都不太愿意当主管机关 刚刚我在那个我们原民会主委的报告当中里面 我看到一个挺好的点 他说中关目前各国并无原住民族学校法 相关立法先例 那么原住民族学校法 潮来是一部崭新及全球首创的法案 那我在想说 台湾其实很希望说 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些开创性 我相信原住民族学校法 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们也都希望原住民族学校法 其实能够为台湾 为全世界开创一个很新的一个路 那所以说 如果说这样是一个全球创新的一个情况 我在想原本各单位应该是能够踊跃 希望能够当主管机关 然后来推动这样一个 具有全球性的一个首创的一个法案 然后把它落实下来 不过在看你们的报告当中 还有包括之前你们在 有一些发言当中的时候 我就发现就是 包括我们潘部长今天的报告当中 刚刚您有对委员的一些问题提出说明 我就先暂时先不追这部分 可之前我们交易部次长 就是林次长他也很具体的提到说 主管机关以维持原住民族委员会 以彰显原住民族的自主的权利 这个部分 不过在我们原民会这边 包括今天我们一将主委这边提到的部分 包括在回应 因为我发现你在回应高精委员的提案 对于主管机关的说明的时候 就是你就提出了一些理由 就说为什么觉得 言下之意听起来就觉得 好像应该要到教育部去 可是你在回应我们武立华委员的时候 就是主管机关的时候呢 就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回复 所以我们会很自然的就会从这里面看到 一个援助游民会的一个态度 对于主管机关的一个态度 那刚刚你们有做一个说明 所以我自己是想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想请教一下我们蔡主任 您觉得从整个教育的规划当中的时候 主管机关是由教育部这边来承接 或者是由原民会来承接 您觉得比较适合 谢谢委员 我想因为原住民族学校法牵扯到 这个学校设立的一个目的 跟它的一个本质 所以它应该考量到的是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 究竟应该是把原住民族的知识文化 摆在首要 还是以这个教育行政的支持摆在首要 那如果从这两个面向来看的话 那因为我们从过去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 其实应该是从原住民族的知识的部分 应该是摆在首要 那教育行政的部分 它当然可以可以相当大的支持 谢谢 所以从您专业角度来看的时候 您也是觉得应该由原民会来当主管机关 比较适合对不对 从我以上的说明 大概是这个方向 是 OK 不过因为我有看到 我有去查到您之前曾经提过一个点 就是你有提到说 教育部系统的支持相对完整 对不对 那如果回到原民会的系统 恐怕要做非常有魄力的组织调整 那这个部分也回应到 就是我们宜将主委提到的是 现在就是原民会里面的量能不足 在组织上面的时候 已经满边 你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能量进来 更多的人组织的调整 你才能够做好这件事 对不对 那我在想说 您点头就表示是吗 委员是不是我再补充一点 好可以请补充 就这种刚刚我们谈部长所提到的 原住民族学校法的草泥的部分 在我们部会的分析 这是严明会负责草泥的 那至于未来的版本 到底最后的主管机关 是我们两个部会都要 实际做一个讨论 那到目前为止 你看连我们的委员的版本 高精委员的版本 跟武立法委员的版本 跟中嘉宾委员的版本 又有一些主管机关的差异 这个部分都是我们未来 在持续草泥 我们行政院版本的时候 都共同来面对的问题 这个理解 那本席在这边 其实希望说 既然我们其实是一个 原住民族学校法 是一个展现 而且全球首创的一个法 那本席其实也希望 原民会这边能够 挑起这个重担 其实能够担当这个部分 因为您既然觉得 这是全球首创的部分 我觉得您一定有意识到 这个问题 那也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整个台湾 整个原住民族的发展 还有对全球相关于 原住民族的一个 指导性 一个首创开创性 其实本席希望您这边 能够用更积极的方式 也许是争取 从行政院这边 争取更多的资源 然后让你的组织架构的时候 能够调整成 能够把原住民族学校 把它办好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做思路 好不好 资源不够 我们是绝对积极的 就正如大燕海在审 我们研教法的修法 才送出委员会的说 我们的版本 草案都已经开始 是 好那就希望我们 这边能够 能够更积极 那争取足够的资源 把我们原住民族学校 能够具体的落实 好不好 好那接下来 其实本席想要 请教一下我们 教育部长后 或者是我们原民会的主委 因为这个问题 我觉得因为主管单位 是谁要怎么回答 他这会有点差异 我想这个问题 我想先请教一下 教育部长好了 就是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 原住民族学校法的一个规划的时候 我们应该会按照各族别 会成立学校 那以目前整个全台湾的状态的时候 您认为应该要规划 几所原住民族学校 比较适合 是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想不管从现在 原民会在演你中的院版的 这个构想 或我们委员的构想 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希望这样的选择权 是要交给部落的孩子 来做选择 因为你要有学校 他们才有选择权 所以如果说一定框定 说一定是棘所 这个我想我跟一项主委的看法 应该很一致 应该是说 现在比如我们这几年这样推 也在大委员这边的支持之下 那这样子推实验教育 其实也是一个 一个慢慢展开之后 也是因为当中部落学校 他们会觉得非常愿意 来实践有关先行的民主教育 所以当时从各位数的 无所到现在已经32校 那这个是一个过程 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说 很明确的跟委员说 好像我们一定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概念 希望民主学校在那个族别的 这个聚焦上面 是可以比较考虑到 区域部落的这个概念 因为它必须跟土地文化 一定是紧密的 所以在因为过往的 这个实验教育的经验 我想我们应该说 如果建构起来的这个民主学校 是适合来把达成这个目的 之后应该是让 这个族人这边 跟孩子应该有个选择的机会 所以您刚刚讲 这个要给选择机会 就是要有他们才有选择 如果没有原住民主学校 他们就没有选择的机会 所以本席这边在问的是 要怎么样子才能让 我们的原住民主小朋友 他们有选择的机会 所以我们目前其实对于 原住民主学校成立的条件 其实并没有客观的 一个条件出来 对不对 因为我看到几个版本当中 好像只有吴立华委员 他有特别提到5000个人以上 然后同一个逐别 那在他有个区域当中 就好像有这样的一个 客观的一个条件限制 那部长您刚刚描述的 那一段语言当中 是觉得这样子的硬条件 您觉得可能不是那么 切合实际 是这个意思吗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其实延民会非常深入的分析 从过往在整理的 里面的几个状态 包括竹别的分布 还有都市援助民主等等的这些 因为这个跟社学校非常有关联性 所以比较像吴委员他们这些提案 也都是一个构想 至于说在未来我们再往下落实的时候 应该是说这个校如果建制起来了 我刚才为什么分享委员 实验教育发展的这三年 他真的就是从无所学校到现在十足32校 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他已经成型了 但是到了部落以后 他们觉得他们愿意来参与 这是我分享实验教育成长的模式 所以您刚刚提到这部分的时候 我听起来就说 其实现在要设定硬条件 其实有些实质上的困难 那因为其实本席接下来要提到 剩下的时间不多 本席要提到的状态就是 对于比方说校长的人选 对于师资的人选的培育 其实我发现其实是很不足的 因为在过去六年当中 我们能够培育出的高级师资以上 只有105个人 所以这105个人里面 如果又要符合我们教育人员 任用条例的时候 情况会更少 所以本席对于包括校长的人选 还有一些教师 足以认证的这样子一个教师的 一个人选的一个条件 希望说能够慎重的考虑 然后让我们整个的 原住民族学校的发展的时候 不会因为到时候发现 人才不足的地方 而没有办法往下走 所以本席希望 对于整个校长的人选的条件 还有师资的条件的时候 都能够有更谨慎 然后适度的放宽 让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在其中 好不好 谢谢 好非常谢谢郑政权委员的执行 谢谢部长 谢谢一向主委 谢谢主任 好继续我们请黄国书招委执行 待会在陈秀保委员执行结束后 我们休息五分钟 谢谢 谢谢 好谢谢主席 有请一将主委 有请一将主委 主委好 我想首先还是要对我们高津招委 吴立华委员 众嘉宾委员对于原住民教育的投入跟重视 那特别是他们都提案了原住民学校法 原住民学校法 当然未来要设置这个原住民学校 理想非常远大 最主要是为了要帮我们原住民特有的历史文化 知识体系的传承 办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理想非常重大 也非常远大 也该去推动 在原住民学校 它是一个以原住民为核心的 独立的义务教育体系吧 应该是这样说吧 它是一个义务教育 而且是独立于一般教育的原住民教育体系 应该是这样来解释 我们设想到这里的时候 理想很远大 可是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它有非常多的挑战要克服 有非常多的难题 我高度希望我们原民会跟教育部 可以一起来解决这一些挑战 原住民原民会有没有把这一些挑战 想好了没有 原民会委托 严理草案版本的第一条 为什么要设置学校 为了促进原住民族 教育多元发展 推动原住民族 人才培育跟教育自主管理 第三条 主管机关为原民会 当然这个还没有定案 假设我们现在就是 把原民会当作是这个主管机关 那我想要请教主委 我们设置了这个学校 理想非常远大 为了知识 为了原住民历史文化的传承 好 我们赋予他们重责大任 但如果我们以学生为本位来思考的话 我们要培育什么样子的人才 这个学校要培育什么样的人才 基本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主委 我们要培育什么样的人才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独立于教育部体系的学校 比如说国防部 国防部他们有国防大学有军校 为了培育我们国家的国防专业的人才 部队的人才 我们在内政部警政署有警察学校 我们为了要培育警察人才 为国家所用 因为国家要用这些人才 所以我们设置了这些非教育部体系的学校 那我想问一下主委 我们原住民学校要培育什么样子的人才 这点我们要先想清楚 主委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跟委员报告 以目前研究法第四条的规定 我们整个设校的目的就是 要以原住民族知识体系为主 跟原住民族的哲学跟历史 包括语言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培育什么样的人才 来为国家所用 所以我们设议这个学校 就是有一些重要的目的 这些目的是未来我们要帮忙国家 做哪些事情 所以才需要独立于教育体系之外 所以这个问题要想清楚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们在原住民部落 马上会有一些问题 我们在原住民的部落 应该会设在原住民部落 那我到底我要念一般的小学 还是要念原住民学校 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 以目前来看 原民学校以偏乡为主 现在的实验学校34左右都在偏乡 那原住民小学目前 有38个percent分布在原住民地区 62的percent分布在都会区 就是原住民的学生 都会区有70%在六都 所以我们现在设想 那我们这个原民学校要设在哪里 设在原乡呢 还是要设在都会区呢 这马上就 这一个问题 又出现了 想好了没有 主委 委员这个部分 刚刚在我们的送运报告也提到 就是未来的原住民族学校 这个国小国中高中 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当然啦 也因为主情的分布 也面对的问题会不一样 像台湾族的民族学校 跟阿美族面对的民族学校 那已经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都市的原住民 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整套要配合 好 我们光 光在原乡的原住民学校 我们现在台湾有16族 光阿美族就有五种版本 就是依照现有的族语教学的原住民的九届教材 现有的 光阿美族就有五种版本 因为不同的部落 他们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不同的语言版本 那台湾族语就有六种 所以未来我们针对原住民族学校的编撰的教材 它的难度一定会更高 所以教材的编撰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原住民对于原民会 对于教材的编定的规划跟想象 是什么 要不要有课纲 当然现在教育部可能有一些 部长我看接下来有一些问题还是要请教你好了 先委员简单回复一下 有没有课纲 那个语言的部分的这个教材已经完成 这个比较不是问题 那课纲的部分是不是教育部来 跟我就说你 那各个族群语言的版本都准备好了吗 然后有一些混用汉语跟原住民 那这些知识的体系的课纲 还有它的分别 课目的分别 怎么处理 比如说语言 语言其实最主要当然是语言 但未来上课的时候 我要用原住民的语言 去教学数学自然 其他的课目吗 是这个样子吗 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可能需要一个特别的课纲 那这个部分我也不知道 原民会或是教育部准备好了没有 跟委员报告 我想刚才委员谈到两部分 一部分当然语言的这一部分 因为国家语言发展法后 我们对这个本土语言的延伸 即使是很明确 它就会进展到国中 乃至到高中高一到高二 高一是必选 然后高二又去选修 那目前国教委员也正对这一部分 在做课纲的整个研发 议计在111学年来推动 这是语言的部分 那当然委员提到一个关键 这个也正是为什么说 需要把知识体系来做架构之后 才有课程的设计 那基本上因为 这部分还是在学生的基本教育 国民基本教育阶段 一定要有基本能力的这个做基础下 我了解了 之后那么加上他的民主教育的这个体系 因为不只是语言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知识的传承 那些东西我们要如何在课纲里头 帮他呈现 这个都是非常大的工程 所以我现在光语言的教材的编撰的经验 你看哦 因应108课纲 下一页你看 我们根据新住民 新住民语文的课纲 启动新住民语言教材的编撰 光新住民的部分就召开 1051次的编审会议 完成七国126册的教材 原住民我们有16个语言 光每一组里头可能有非常多种版本 他各个部落里头他用的那个版本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光是教材光是课纲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工程 这个部分已经进行到哪里了 我们如何满足16组的需求 那这些主管机关 我们如果去找这些编撰的团队 那如果在一个学校里头有各个不同族群的学生 这个教材又如何设计 这个都是问题啊 明明会跟教育部是不是都想到 然后再来 我要特别提到 其实教育部其实也看到这个问题了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转嫌的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 这一个系统是从 可能是学前 从托育开始 那义务教育的小学 国中到高中 如果我念了小学 那我国中 我要念一般的学校 我如何转嫌 即便我念了高中 在原民学校 我念到高中毕业 我未来要到大学就读 我的竞争力在哪里 这些未来都是我们要去帮忙学生去设计好的 如果我们这一套整体的设计 包括未来的职业的规划 如果都不清楚的话 那我也很担心 我们设了原住民学校 那开始 学生念了以后 他开始有非常多的疑问 他处处会碰到困难 碰到困难的时候 开始质疑 政府设了这个原住民学校 理想那么远大 可是对于我一个学生来讲 我处处都碰到困难的时候 政府如何帮我解决 衔接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部长 你刚有提到了 可是你如何 有效地帮我们解决 学生在转嫌的需求 升学的需求 甚至未来职业的规划的需求 是 我刚刚委员报告 为什么从原民会 一项主委今天早上 所整理的报告 也反映出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些要面对处理的这个议题 希望能够在 原住民主学校法 委员的版本 委员版本已经有提出 那会计提出 这个就如同刚才赵伟提到 我们有几个关键性的这些问题 那当然 在后续 就像刚才讲 语言的部分 我们是从已经国中 才会延伸到高中 这个大概过往的基础 我们可以再往上 但是对于 课程跟未来的衔接 这是必须要一体思考 因为这个 我们说要保障 部落孩子的基本学历 也一定要把原住民主 文化教育的这部分 放上去 这个成立原住民主学校 才能回到它 现在的大学升学制度 你如何可以让 原住民主学校可以适应 它如何因应 如何适合让他们升学 这个也要考量 每个阶段的转嫌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希望你把这些问题 要想清楚 因为这部分一定会在会上 也把过去实验教育 跟大学选材等等 这些制度 要把它整个做连结 这个学校成立后 才不会造成学生 未来在学习 或未来他在发展上的一些限制 好 谢谢 非常谢谢 黄国书昭伟的这个咨询 黄国书昭伟 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的台中的 比例你的学校去 不嘛 你就会知道 我们孩子的学历 不会比人家差 他甚至于数学是圈 台中是第一名 好 是 好 谢谢 我想为了公务人员 特考这方面 我们也可以考虑 怎么样让我们这些 从原住民族体系 出来的孩子们 也要设计一套 让他可以回乡服务 继续我们请 陈秀宝委员咨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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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一将主委 跟潘部长 有请 一将主委 跟潘部长 谢谢 谢谢 早安 喂 部长长 主委长 那首先呢 就关于我们 原住民族学校 事务之法律 适用的位置 我们来讨论一下 首先呢 我们高精委员的版本 就是说 其他的法律 有特别规定的是 优于我们 原住民学校法 那再下一个 就是我们 吴委员的版本 是说 本法跟原住民教育法 优于各教育阶段 现阶段的法规 然后再下一个 是中委员的版本 是说 本法 优于原住民教育法 及各教育阶段 相关的法规 再下来是 我们原文会的版本 是说 其他的基本法 有特别规定者 都优于本法 那首先 我想先请教主委 哪一个版本会的位阶 比较能够达到 这次我们整个 原住民学校法的 立法的目的 跟委员报告 就正如我们今天 苏文报告提到的 我们未来 学校法草泥座 这个版本里面 我们会参采 三个版本的这些 内容来做一个 但是它三个版本的 那个位阶 它的那个都不一样 是 所以我们 我们因为不同版本 都会有参考的价值 我们都会来 做参考 所以说 主委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到时候 会把三位委员的版本 在折中 然后再讨论过 在我们年底中的 这个查理 因为这个立法的目的 其实我们是要 促进原住民族的 多元发展 推动原住民族 人才的培育 以及教育自主治理 然后还有原住民 就学的公平选择的机会 还有我们原住民的尊严 原住民族的命脉 还有保障原住民族语言 之使用 以及文化传承 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整个 立法的目的嘛 那在这个部分呢 里面 它的位阶 或者说 它相关适用的 这个规定的话 要怎样才能 更符合这个精神的话 我想这个 主委这边 也是要相当的审慎 那从同样一个问题 我也想请部长来回答 根据这个部分 以部长的看法 用哪一个版本 比较适合于我们 现在这个立法的精神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想我们提案委员 他大概有委员 他在思考的这个点 所以才会 委员很用心 刚才分析了 几位委员 他们在法立位阶上 你看出来有他的差异性 那当然 原住民族学校法 因为当时 原本同步在跟 原住民族教育法 一开始是有一点 希望在这当中 有一些连结 但是也因为原住民族学校法 真的有它要承载 原住民族 这个民主教育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任务 所以当时在 原教法修的时候 才特别只留了 这个法要另立 等于说 它主要是让 原住民族教育法 跟未来的原住民族 学校法 因为这个非常关联的 它其实是有一个 它的独特性 因为这个 包括我们原住民委员会 提出来的版本 在公定会所提出来的版本上面 这四个版本 其实他们都不尽相同 甚至有一些是完全就是 哪一个法 优于哪个法 或者是说哪一个法规 比较适用这个部分 我相信日后 还有很大的 讨论的空间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主委跟教育部长 你们的看法 跟你们的选择 就还蛮重要的 就是在里面 怎么做抉择 怎么做决策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希望说 我们可以很审慎的 去评估说 到底这个法 它本身 它的位阶定在哪里 那到底怎样的法规 是真正的适用 那真正的有符合 这个立法的目的 跟精神 那现在先 部长先回座 本席继续来 就叫主委 好 谢谢潘部长 针对于我们 原住民族学校法的 主管机关 刚才其实也很多委员 都有讨论过 那教育部的意见 是表示说 应该维持在原民会 以落实推动 这个原住民 无化价值 知识的 为主体的这个学校 那么彰显 我们原住民追求 教育自主自觉的权利 同时也提到说 我国因为 专有目的 而需求办学的学校 例如像金锦的院校 都是由该主管机关来推动 但是原住民委员会 会提出的书面报告 第七页 针对了主管机关 及设立主体指出 原住民学校 由原住民委员会 负责相关对应的话 会缺乏相关的经验 而且对应地方政府单位 例如像教育局处 难以发挥原住民教育统一 一条编织功能 权责分工 必须跟教育部 这边来协商 那我再次的请教主委 因为刚才其实多位委员 也一直都非常的关心 那以原住民委员会的意思是说 这个部分到底是应该是用教育部 来负责主管会比较适合吗 刚刚我们在我们的报告里面 包括班部长提到 目前原住民学校 把草泥的主办机关 是言明会 这毫无问题 因为在我们部会的分工里面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负责草泥 但是也要跟特别跟委员报告 刚刚你提到的我们言明会的版本 这个部分是 我们委托给我们 蔡志伟教授的一个版本 那这个版本呢 我们持续在跟我们教育部 跟相当部会里面去周延 把版本弄得更好 让我们的整个 未来要送到行政的版本 其实这就是公民会的目的 就是大家把自己的版本提出来 大家要互相讨论 管那意见 那以为原民会这边来 你们会强调说 因为这个办学 它有它的专业目的 而且原民会这边 可能在教育这一块 比较没有这样子办学的经验 那以教育部这边来讲 他们会觉得说 那中央地方你就是要一条边 那关于说我们原住民族这边 教育自主自觉的部分 你们可能有你们自己本身的主观 所以说以主委这边来看 那究竟这个主管机关 是应该定在我们原民会 或者是定在我们教育部 目前草泥学校法的主办机关 是原民会这没有问题的 那刚刚委员提到那个 当然是这个是我们教育部 提供的参考资料 包括警察的这个学校 包括这个 这是专业的目的 这是专业的目的 跟我们从三岁到十八岁 这个学制的搭配 那个范例是不一样的 而且全球也没有这个法律 所以我们都在一个 在创造一个新的法律 那本席再请教 关于在内高经委员的版本 以原民会提出的提案中 有提出说应该设立 援助民族教育署 那关于援助民族教育署 可能就类似于教育部 国教育署这种三级机关 但是受限于中央行政机关组织法 已经没有新增的空间 但是如果假如通过的法案 是由原民会这边来主管的话 那还是有要专门的单位来负责办理 那到时候是会由贵会的教育文化处来办吗 那教育文化处目前的人力是否充足 所以委员得指教 这是我们面对论理 目前以为我们教育文处的人力 他是在还没有 原住民学校法这样的概念之下 这个成立的一个一级单位 但是未来学校法 如果按照这个目标来推动的话 我们人力跟机关的配置 都是我们要面对的这个课题 势必是要调整的就是了 这个都是我们要面对的课题 那我们施政的目标 其实有所谓的优先顺序跟轻重缓急 如果不能新增一个三级的机关 那么原住民学校法又关系到我们整个原住民族的文化传承 与人才的培育 本行也建议主委要跟贵会的各单位业务人力进行调整 集中力量 你们加速你们的推动 才能跟得上原住民教育法的脚步 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我不管是高金委员 武力豪委员 嘉宾委员都非常非常的关心 那你们本身这个业务的推动上也要用心 就是把你们的脚步能够跟上 因为这个其实看起来 在业务执行上还是有点落差的 那还有 就研定原住民学校课纲的部分 其实刚才也很多院委员也关心过 那贵会在5月18号 跟本院委员的公庭会的书面报告第三页 上面有写 建议评估原用教育部订定的12年国教基本教育课纲的可行性 那么本席想请教的是原住民学校的课纲是一个原住民族的族群语言跟文化特性来编定 那要怎么来原用教育部所编定的12年国教法呢 所以这个政府我们今天在书面报告提到的 我们现在要持续建构的原住民族知识体系这个部分 赶快把它加速建构以后 在课纲里面的配套 才可能会进入到这个整个配套的这个部分来推动 所以目前我们对原住民族知识体系的建构 我们要加速来把它完成 所以说这本身在各原住民族的语言跟文化特性这个架构上 我们本身要再去强化这个内容之后 才能去跟我们的课纲来 才能原用12年国教课纲然后才能衔接得起来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建构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教育的知识体系当中 各族群都要赶快赶上这个进度 所以那刚刚主委那个本席也建议你们 就是说本身你们的脚步要加快 其实你们整个行政上面的整个业务的推动的落差 会跟不上我们委员的期待 那也跟不上说我们本来预定牌的这个时程 再来最后教育部的报告是说 他们主要是在那个权责隶属关系 然后校长聘任考核 私之的培育体制来建构的部分来提出建议 那原文会你们这边报告就是在主管机关 私之跟监管会这个部分你们有提出说明 那本席也针对三位委员及委员会所演你的版本 有提出你们条文相译点的对照 那发现的问题其实不只是上述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呢就等到时候逐条审查的时候再一一就叫 那顺便我要提醒主委 在公天会的时候你们所提出的这个条文对照表 所列的五委员的版本里面好像不是他们最新的更正版 而且贵会演你的这个版本少了第十七条 就找不到十七条 那有一些条文的对照你们放错列了 那之后你们在整个版本会整的时候也记得调整 这个我们再调整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好 非常谢谢陈修宝委员的咨询 谢谢一向主委 我们休息五分钟 待会继续开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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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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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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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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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员 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 我们的教肢 我们的 是全球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教肢 这个 我们的这些 我们的教肢 在进行 我们说成立 对 我们的部分我们 我们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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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骤教肢 这个在这些 我们的事 我们的实骤 我们是 我们的教肢 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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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非常非常 这个 是 是 我们的家 是 我们跟 这个 我自己 我们的家 这个 你们的家 我们的家 是 这些 在这个 所以 都可以 从 我们 我们 这个 有什么 全部 好 好 我们 在这个 我们的家 这些 这个 那 去做 做 这个 那 我们的家 我们 这个 是 我们 那 中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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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 我们 在 是 这个 我们 我们的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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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这个 那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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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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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